立法会四议席补选将于明年三月举行,由于梁国雄及刘小丽坚持上诉,令本来可以一次进行的补选,被迫劳民伤财地分开两次进行,更令人不似的事。 两人既已专了制度空止,令两人以值的补选延迟进行,但之后又希望能够抢先参与补选,利用反对派所谓DQ者优先的原则,让自己可以尽早返回议会,领取封口新津,这对于本来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参选的反对派人士来说。 自然不是未宜,但又不方便开口指责,当然发梦都想做议员的范国威除外,目前反对派的补选仍未能完成协调,首先所谓初选机制城市机会极低,一是初选至少花几十万元,反对派各党派都不愿意花钱,二是范国威。 逢检机等人以铁了心出选,再加上一些不会理会补选结果的本土派,初选做了也是白做,最后还是实力华是,所以,初选机会不大,各有以参选人为增出线都要各显神通。 日前,本来在宣誓一役后已经半退出政坛的青年新政,由慧晶,突然在社交网站指,今次要填补的九西以值本来由他拥有。 根据反对派,DQ者优先,的原则,刘小丽理应让路语,清正,的候选人出选云云。 由慧晶的说法立即引发网民热烈回应,有人表态支持,认为刘小丽及其他反对派人士基于政治伦理,理应让路语由慧晶。 但有人却指游慧晶是因为在立法会宣誓时宣扬,港独而遭法庭判决丧失议席。 估计即使报名参加补选,也会被选举主任DQ。 不如让路语刘小丽,引发大量的口水战。 其实,游慧晶突然炮轰刘小丽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是不满刘小丽心急抢位。 食伤太难看,说得不好听,他现在,尸骨未寒,还要面对大量追债。 在这样的环境下,刘小丽半句安慰支持他的说话也没有,反而急不及待地谋夺其议席,自然令他不满。 而且,两人在上届立法会选举时,为了争夺以直早以针锋相对,再加上两人的支持者光谱类似,以令两人早有职怨。 现在刘小丽、梁博的行为,自然引起其反弹,要作出反击,而是由慧晶固然知道自己出选机会极微。 他宣承,港独的行为证据确作,难以成功,入习参选。 再加上立法会正追讨其新津,相信最终只能破产解决。 不论哪一个原因,由慧晶都难以出选,但他自己不能选,也不代表就要让路级留小丽。 因为,清正,还有其他人可以出选。 由慧晶的死终支持者仍在,清正,未尝不可派人补选,甚至可以支持其他同路人参选,以换取政治利益,这样都肯定比让路与刘小丽,自己甚么也得不到为强。 而且,由慧晶还可高举反对派,DQ者优先,的原则,要求各政党全力支持其指定人选,这样必将大大增加其胜算。 只要操作得好,清正,随时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 因此,由慧晶必定要保住其出选权,代价而沽,换取最大的利益,而不可能让与刘小丽,为他人作嫁衣。 当然,由慧晶的算盘能否打响刑难以判定,始终反对派虽然有,DQ者优先,的原则,但解释权却在他们手上,随时可以由慧晶被DQ的性质不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